過去五年香港整體的表現 我是十分不高興的 無論是民生 或者政治 或者經濟方面 都沒有進步 只是有退步 我最失望的是香港很需要的政改 尤其是這個選委會的改革 到現在都不盡反退 還有香港政府根本這幾年 沒有理會到我們很需要的文化和藝術的發展 藝術和文化的發展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是可以代表到我們香港的靈魂 現在我覺得香港沒有了靈魂 在文化方面我們看到西九這件事 搞得烏利彈道一塌糊塗 所以我希望來那五年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人 一個特首 可以用新鮮的角度 新鮮的感覺 新鮮的制度 去改善香港 讓香港明天會更好 這個候選人 我覺得胡官 胡國興先生可以做得到 我希望大家支持他 多謝大家